相信我们一提到如今的顶流男明星 大家肯定很快的可以想到王一博和孝战吧 确实这两位明星的流量如今很高 拥有大批粉丝喜欢接手的代言无数 各大媒体活动也是纷纷对他们发邀请 然而即便两位男明星流量再高 遇上他两似乎依旧是配角 番位依旧是排在他之后 我们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首先是电视剧王牌部由黄景瑜孝战主演 然而从海报来看 孝战的番依旧是不及黄景瑜 其排名在第二位低于一番黄景瑜 同样在王一博和黄景瑜主演的电影为防暴部队当中 王一博的牌位依旧是二番 番位是同样低于一番的黄景瑜 不难发现王一博和战这两位流量虽然很高 但是在电视剧方面四 依旧不能独当一面 资本似乎可能更倾向于像景瑜这样资历丰富的演员 这一点在王一博主的电视剧《冰与火》当中体现的也很明显 王一博番位也是低于拥有多年演戏经验的陈晓 不过边相信假以时日等两位演员好好把演技磨练了 以后的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问题了你们觉得孝战王一博演技怎么样呢 快来评去留言吧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我哦